正在发生的历史 新闻背后的新闻 新闻调查 一个表面上很阳光的女作家 一个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演员 一个时尚的年轻姑娘 抑郁症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疾患 直面抑郁症 新闻调查正在播出 我有一条黑狗 我有一条黑狗 它名叫抑郁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制作的抑郁症宣传片 抑郁症被比喻成一条如影随形的黑狗 不久前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 因为抑郁症自杀 时隔不到20天 我国年轻的翻译家孙仲旭 也因抑郁症自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抑郁症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疾患 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对抑郁症我们了解多少 这种疾病和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 我们联系到几位抑郁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此刻我还是有些紧张 一想到要做事就焦虑 小心翼翼地活 每天都有头晕 恶心 乏力 气闷 有许多话无法流畅地表达出来 而且我还有点痴呆症状 连续两个月失眠 对任何事情没有兴趣 常常有悲观厌世的念头 这是李兰妮从2003年开始就持续不断存在的症状 医生们一致确诊 她患上了抑郁症 是第一次说我有抑郁症倾向 我当时很拒绝她的这个 那于是我就又到了广州 就是2003年4月12号 我就从那时候那天 我记得我 一个上午我看了三个 三个特征 她说你就是抑郁症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 严重者可出现幻觉 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甚至产生自杀思想和行为 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 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 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者转为慢性 58岁的李兰妮是深圳作家协会主席 2008年她根据患病的亲身经历出版作品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首次将自己的病情和抗争过程公之于众 李梅是李兰妮三十多年的好友 她知道这个要强的女人曾患有甲状腺癌 经历三次手术五次化疗 她还告诉我们 李兰妮至今依然是丁克家庭和政府 保持着双层生活的状态 因为我整天会很痛苦啊 那于是呢我就会自己回到深圳来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真的是一个疗伤的小窝 有时候我晚上可能是四五点钟 反正一直我也都不开灯的 我就像游魂一样 有时候一身都湿 而且我这个头发里头全是汗冰凉的 然后我就起来拿毛巾擦 或者是随便抓个什么东西擦的时候 我就游魂一样的在这里慢慢的走 因为有时候你躺久了 起来会晕 我就扶着这个慢慢走慢慢走 这里是广州中山大学 李兰妮从深圳回来 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里 抑郁症吧 她特讨厌的就是 她给你的药不能够时间很长 那为什么很多人是吃了以后就停了 停了以后又吃 这时候就来不及嘛 就会出事 那往往就是第一 她抑郁症的要吃了 速度要很大 就是就各种不适 另外一个呢 她不能开多 你就总得到医院来 萨伯特我就开一个月的吧 我现在吃 一天两次 一天两次对 我吃那个一片半 一片半 对 每天是非常重要 天呐 我想一想 如果 这个是不同的药 这个是赛勒特是抑郁症的药 这个是胃痛的药 这个是解焦虑的药 这是止痛的 如今 尼兰妮已经适应了药物的副作用 可是当初服用抗抑郁药时 她却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 恶心 呕吐 双手颤抖 浑身长疹子 还经常会出现幻听幻觉 我这个 我为什么喜欢躲在这个衣柜里头呢 我会就是很久躲在这里头 这里头 会待很长时间吗 对 因为我躲在这里头 一个呢 我就觉得好像就有点安全了 另外一个呢 我是觉得 一个有点像个棺材 躲在棺材里头 那不是很黑 会很害怕 不会 我不怕黑暗 但是就怕幻觉 怕幻听 然后怕 就是出现很多变形的东西 嗯 嗯 黑暗对你 想到一些东西 对 所以 嗯 太重 比达尼说 对于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来说 最严重的就是经常想自杀 很多患者最终没能熬过这一关 过早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 对于大多数抑郁症患者 对于大多数抑郁症患者 看 就是平时呢 如果我正常的时候 我从这里往上看 我会觉得就是很暈很炫 然后正常的时候我从那个下面 上面往下看 我会觉得腿软 但是我翻遍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个边上想飞起来 然后你看这里有那些 比如说树啊 还有那种圆圈的盖子 在上面看下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树这么摇 会觉得是快乐的 就是在那里意思就是下来呀下来呀 会幻觉幻听 会觉得这些都是在那里 就是集合了集合了快走吧 会这种 而且那次我去看他的时候 那次也是让我觉得心很疼 男女就说 她说把遗嘱都写好了 我觉得我可能就随时就会走 三年前 毛爱珍28岁的儿子 尚余博突然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了 毛爱珍至今也无法理解儿子的选择 太痛了 一分黑的时候 他爸爸知道 第一知道这个心情的时候 不敢告诉我 一直到我睡了一夜 第二天才告诉我 包括我们家里的妹妹他们都觉得 大姐完了 因为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知道儿子就是我的命 因为他们知道儿子就是我的命 回想他28年 那么一个快乐阳光的人 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 更不要说骂人 别说我亲 谢谢妈 谢谢妈 尚余博曾是一名演员 主演过娘家的故事 杜拉拉生殖记等影视剧 离世之前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毛爱珍当时并不知道 就在儿子事业发展的同时 他的身体正在经历微妙的变化 通舟到机场 通舟开车半个小时到死场了 他开了两个小时 他居然不停地迷路 而且都想不到 我们开到那种 长满了玉米的地里边 一条死路 开出来以后 又开到一个 好像上了那种立交桥 什么的这样 然后又是一条死路 又必须绕回通舟 再走了两个小时 彭山是尚余博的前经纪人 在尚余博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 他详细描述了尚余博得抑郁症后的症状 和朋友玩或者拍戏的时候 明明很快乐 突然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样 把所有的感觉都关掉了 觉得一切都没意义了 吃了药以后总犯困 记不清台词 思想也不能很集中 还有就是长胖 不快乐 觉得一切都没意思 以前觉得演戏很快乐 现在好像也不那么快乐 这个并不是说常规所说的 想不开 它不是想不开 其实是脑子转不动 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吞噬了人的灵性的一种疾病 彭珊说 就在尚余博跳楼自杀的一个月前 他已经有过一次轻生的想法 那晚他爬上了一栋19层高的楼顶 想要跳下去 他说 那一瞬间 我听到叽叽喳喳喳的人的声音 在说话的声音 我好像就回到了这个现实 我站在楼顶上一想 我太二了 我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据彭珊回忆 我说那一刻他的大脑好像被魔鬼控制了一样 这样的描述恰好和李兰妮发病时站在楼顶的感受相同 产生幻觉无法自控 我说那得赶紧跟你家里人讲一下你现在这个情况 他说不急不急 他说要不这样 我还是去看一下医生 他自己说的 我看一下医生 他说 我看了医生就会好的 彭珊的回忆让毛爱珍非常自责 他埋怨自己 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留意到儿子的变化 但儿子的病也让他对抑郁症 有了一种探究的欲望 毛爱珍找到尚于伯的心理医生 他说尚于伯是躁郁症 这个病做我们医生来说 有时也没办法 尚于伯得的是躁郁症 也叫双向情感障碍 他兼有抑郁和狂躁两种特征 患有躁郁症的病人 经常会在两种极端情绪中转来转去 就像在天堂和地狱间游走 他是防防复复 像过山车一样的 那你现在一个人整天在过山车里 当去当来谁受得了啊 心理医生说 躁郁症和抑郁症的相同点 都是大脑功能异常 发展到重度阶段 所有的快乐都会消失 随之而来的就是绝望 尚于伯每天在痛苦和绝望中的挣扎 是没有得过这种病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他走了以后 我看他家里有香薰 包括锻炼 写快乐日记 去旅游 他都在做 天天去跑步 那么大的量 我还说 他现在那么注意健身啊 谁后来再理解 他是在跟 通过跑步 在跟鱼症 在抗争 服药一个月以后 抗抑郁药开始起作用了 李兰妮开始翻阅各种书籍 在网上寻找资料 也许是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 他希望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 他拿自己做样本开始创作 矿也无人 他在书里写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精神命运的分水灵 当我们成为抑郁病人 或将要成为抑郁病人时 必须安静下来 仔细梳理自己的精神脉络 到底哪个段落出了毛病 究竟哪个区域有暗伤 阻塞是什么 裂痕有多深 没关系你操作吧 你操作吧 我再吭声一点讲 因为刚刚胡燕斯讲的比较 那个一个作用原理 我再吭声一点讲 我们的大脑提成的 它是每一个 它有分区域的 每一个区域 它有管情绪的 管思维的 有管那个行为意志力啊 目前对抑郁症的分类 主要有 内原性抑郁症 反应性抑郁症 以及学习困难为特征的 抑郁症 药物和躯体疾病 引起的激发性抑郁症 以及产后抑郁症等类型 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 人类并不完全掌握 抑郁症的病因 但可以肯定 生物 心理 与社会环境 诸多方面因素 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过程 李兰妮一边治病 一边应邀参加 制作电视台的节目 他把自己的故事 讲给大家 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因此获得精神的力量 如果是真正的那种 精精的话 你得摆练 摆练了以后 你发出的那种光 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 我这样子的这种 经过了的话 我就懂得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幸福 而且我还可以把我 这些 关于喜悦的信息 传递给你们这些 内心柔软的人 内心孤独的人 面对这样一个 充满阳光的女人 人们怎么都无法 把她和抑郁症 联系在一起 可是 李兰妮告诉我们 她每次出来参加活动 都会把药量加大 而这种做法 对她自己来说 又是一种 更大的伤害 我会在这里做心理健康操 然后看着阳光 看着蓝天 然后又告诉自己说 我很快乐 然后我就还会说 要坚持 告诉自己 就是说 不要怕 能走出去 自从李兰妮出版 《旷野无人》一书后 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 找到她 希望她能够帮助 同样患有抑郁症 结症的家人 走出困境 亲亲妈妈好不好 或者妈亲亲好吗 妈亲亲帅哥好不好 毛爱珍就是其中之一 她通过《旷野无人》这本书 慕名找到李兰妮 希望从她那里 了解一个抑郁病人的痛苦 让更多的人知道 和了解这种疾病 毛爱珍和李兰妮 已经相识三年 如今两个人已成为好友 李兰妮还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见到毛爱珍的样子 11月底了 挺冷的 她穿着那个黑色的那种 毛绒绒的那么一件 就是像是绒毛的那种大衣 全黑的脸 显得特别的苍白 她这些探究抑郁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什么 这么好一个孩子 这么好一个儿子会走 那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母亲不一般 然后她又会说是 要找书来说明 抑郁症是什么 虽然是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你知道吗 你当时说的话 你可能搞忘了 你当时就说这话 你说 我有感觉 崔元是第一个站出来说 瘀疫症的 他是第一棒 你说我是第二棒 我是第一个站出来 说我的瘀疫症的经历的 精神大力 你和你儿子赛博士第三棒 你不如往下坐 对 你说我们是一种接力 一种接力 他不过姐姐说 我们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 见过李兰妮后 毛爱珍开始寻找 有关抑郁症的文章和书籍 有的人说像略新一样的 我就是要看 我就是要了解 我了解的越多 我就感觉到 现在对瘀疫症的宣传是 多么的迫在眉睫 为了更多的了解抑郁症 在心理医生的介绍下 毛爱珍夫妇来到美国 找到哈佛大学精神科权威专家 尤金博士 金教授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自杀人群里面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都是因为抑郁症 我一听 这个数目好厉害的 从尤金博士那里 毛爱珍还了解到 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 大约占全球人口的 百分之十左右 这意味着 每十个人中 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 而更严重的问题 普通人会觉得 这种病跟自己没有关系 这个数据 我觉得那么恐惧的事 但是人们都还是那么 漠然 就跟我原来对瘀疫症认识 都觉得离自己很远 跟尤金博士聊过后 毛爱珍又阅读了大量的 有关抑郁症的书籍 他发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有的人自己自杀走了 他自己不知道 家里更不知道 家里只说是什么原因 有的家 家庭人就停留在自责 我那时候 是不是哪句话没说好 哪个事没办好 所以一个人走了 带来的 带来的 是吧 伤痛 所以我一记到周边 有个统计数字 二十几个人 几个家庭 毛爱珍发现 抑郁症离每个人那么近 他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不分职业 可是很多人因为缺乏对抑郁症的了解 而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导致病情严重 甚至自杀 原本只是一场心灵的感冒 结果转变成了精神的癌症 所以毛爱珍认为 为了避免更多悲剧发生 让人们先了解抑郁症 是当务之急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 在儿子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 毛爱珍宣布成立 善于博慈善基金会 简称善善基金会 我觉得这些是最好的告别 最好的记忆 善善基金会是目前国内第一家 关注精神健康的基金会 毛爱珍把基金会的关注点 放在抑郁症知识的普及 为了让大家有最直接的认识 基金会制作了一本知识手册 把什么是抑郁症 抑郁症有什么症状 和抑郁症的成因 都做了简单易懂的描述 现在最主要要是认知 就是世卫组织都说了 就是说 就是那个预防抑郁症 就是谈到 首先我们要大家都要大声的说 大声的议论 现在人们都不说 不议论 就不知道 大家手底的是我们去年在北京高校漂流的 这本书呢 就是集合的这两本 我们就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 这呢 我们都在书家里 大家可以自己 自己再去取去 我们说保证供应 只要没了 通知我们 我们马上要快递过来 希望大家不但自己看 一定要传递出去 这也是你们在做公益 谢谢大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到2020年 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 保守估计 我国目前的抑郁症患者人数高达9000万 其中只有10%的患者接受过正规治疗 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不愿意走进医院呢 在安定医院 很少有抑郁症患者愿意面对镜头 一个对所有人隐瞒了病情的年轻女孩 辗转找到了毛爱珍 父母亲说父母他愿意为你操心的 毛爱珍陪着女孩回家 父母会如何面对患有抑郁症的女儿 新闻调查 我有一条黑狗 稍后继续播出 2006年 我们曾在北京安定医院采访抑郁症患者 因为强烈的病齿感 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直接面对镜头 八年过去了 患者的病齿感还依然那么严重吗 2014年 我们再次走进安定医院 八年过去 抑郁症患者 依然很少有人愿意直接面对我们的镜头 在经过数次沟通后 从长春来求医的一位叫张晓的姑娘 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按照她的要求 我们对画面和声音进行了处理 难受到什么程度 最难受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是一天当中 好几种交替和反复 就是一会儿觉得特别高兴 然后觉得生活充满的希望和可能 然后可能下一秒钟 就不需要任何事情的发生 就是觉得万年纪会 就是每天都有自杀的领导 你现在叫双向情感战略 混合发作 必须得赶紧用药物治疗 控制 好了 张晓是姑娘的化名 来北京之前 她已经在长春的精神装科医院 被确诊为躁郁症 当地医院要求她住院治疗 被张晓拒绝了 因为她不愿让父母知道自己的病情 谁陪你来的 我有个朋友 家里都有没有陪你来的 没有 我建议最好请你家里人陪你一起来 而且 说的最好是家人一起来 是医生 得引起家里人对你的重视 随时有 有时候你得病 在病的一定严重一大程度 你自己的自知力和病感都丧失了 所以得靠家里人来为你提供这些治疗和帮助 这次张晓是以出差为借口 独自到北京来看病的 虽然在北京有最好的朋友 但张晓宁愿住在拥挤的旅馆 也不愿意让朋友知道自己患病的事情 在网络上 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普通人对抑郁症的疑惑 这是一个极为无奈也极为悲伤的现实 绝大部分人至今不把抑郁症当成一种疾病 假如你得了感冒 没有人会追问你为什么感冒 但是假如你得了抑郁症 认识你的人总是忍不住问一句 为什么 你到底把什么握在了心里 以至于抑郁了 这些无知的想法总是让抑郁症 承担着疾病之外的婚礼重压 事实上张晓每天就活在这种婚礼重压之下 那你可能来抑郁症和癌症 你可能会很可怕 我觉得抑郁症更可怕了 因为癌症的话吧 没有病实感 不会因为觉得自己丢人 我得了癌症了 太丢人了 他不会去想 我应该去工作 我应该去挣钱 但是因为抑郁症的人 就抽起来跟正常一样 不会得到别人的理解 所以别人也都认为 你不去挣钱 你还在这抑郁症抑郁症 你就是懒 你就是不求上线 你就是为你的不求上线找借口 张晓打定主意 不管怎样都对父母闭口不言并情 可是否吃药 却让他一直很是纠结 除了没有人陪伴外 他更担心的是服药后 会让自己大脑变笨 我真的想 就是男父吃药的时候 现在先试试药 然后看能不能通过 其他的疗法 然后把这些就是解决 如果最后呢 人家就各种方法 都吃过了 实在是不行 那时候就开始吃药 事实上 很多抑郁症患者和张晓 有着同样的想法 他们往往首先选用 吃药之外的方式治疗 可是医生告诉张晓 无论哪一种疗法 药物治疗都是必不可少的 过去这十几年的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了 抑郁症如果不经过系统治疗 它会再出现特定脑区的脑的萎缩 神经纤维的数量减少 这些都是明确的有研究结论的 而有效的药物治疗 是可以逆转这种变化 王刚任安静医院抑郁症中心主任 已经八年了 接触过大量抑郁症患者 你按照我这个节奏去停 基本上没问题 如果说这个 王刚说 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 在国际上 没有任何一种仪器能查出抑郁症 只能靠医生的问诊 所以最好选择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而治疗的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吃药 否则随时会增加复发的风险 发作次数越多 治疗难度越大 这肯定的 而且每发作一次 对你大脑的损害 也会更大 究竟该不该吃药 什么时候开始吃药 是否把病情告诉父母 这些无解的问题 一直折磨着张晓 这是张晓在网上看到 上善基金会 毛爱珍和儿子上鱼朵的故事 他辗转联系到毛爱珍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寻找答案 你还把人情流露过出来呢 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 曾经有过 曾经我跟他们说 我跟他妈脑子有点问题 有时之前不是在他躺着大半年吗 我说我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我当中说 哎呀看什么医生啊 你就是这段时间 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不是看医生吗 然后我说没吃什么 你把话没说严重 因为他们都理解 你这样你回去把我们那个册子 带一本回去给你 张晓告诉毛爱珍 他的父母就不认为 有抑郁症这种疾病 完全是他自己瞎琢磨出来的 你说中边的人都那么在关心我 你们是我的父母 你们要引起 我请你们引起重视 你把话说这么一点 我问我重视了 点多就是给你操心了 没有担心 怕什么 你他做母亲做妇女 他愿意为你操心的 因为原来他是不了解这个事 他只是想回避 就是怕你搅在那 就按照他理解 然后想这个事 反而影响你 对不对 上一边说了 不愿意让妈妈操心 我就说你这种孝顺 我怎么承受 我真的愿意跟孩子 放心 张晓的经历 让毛爱珍又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当年 上于伯就是怕父母过于担心 而给他们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他不希望张晓的父母 将来和自己一样 承受这份悲痛 毛爱珍想陪张晓一起回趟家 他一定要让张晓的爸爸妈妈 了解抑郁症的严重性 帮他们守住女儿 其实我心里很特别疼 我真的不想他们跟什么 说老话 最快要靠自己 不管吃了药的反应 什么的 但是如果父母这边 我觉得你现在心不在难 要瞒着父母 对不对 自己要去 如果他们吃饭了 可能还是好些 对你治疗 什么的 今天晚上跟我妈妈说一下 然后明天晚上 中午的时候 吃饭就不过来就行 要不然那得跟家一起过去吧 这我可能就不认了 对吧 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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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爸看得更年轻 这是那个毛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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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鞋吧 换鞋 哎呦 你妈都年轻 年轻 最后来 对 就是为了您女儿过来 见见您两口 是吧 我不感觉我家孩子 有这种病 到现在接受没有 现在说心里话 我也不接受 所以说你们到现在 还总觉得这是一种 想不开 对不对 您说你的女儿比较乐观 我的儿子更乐观 走之前 天面健身 回来走路都是有弹性的 我原来理解跟你们一样的 就是因为可能一时的 或者是工作压力 或者是 一下子就跟得感冒一样的 就感冒了 感冒了呢 吃药好了 好了以后就好了呗 毛爱珍告诉张晓的父母 抑郁症并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 纯心理性疾病 而是脑部发生了某些 规模变化 这次跟张晓一起回来 是因为张晓常有自杀的念头 他希望他们能了解 抑郁症的严重性 陪女儿一起度过难关 否则 如果有一天孩子走了 再后悔就晚了 但咱也没心态这么严重啊 既然得了这个病了 家庭的就是说的 理解家庭的帮助 那是分不开的 但是你说你个人也得说的 往好的方面去想 是不是 你自己得阳光起来 有些事别那么太拽 尽管毛爱珍的到来 让张晓的父母对抑郁症有了一些认识 但是他们依然觉得 自己女儿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凡事只要想开了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张晓说 其实他最需要的是向别人倾诉 而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自从患上抑郁症以来 他一直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好朋友 这一天 张晓试探着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 我就说那个自从得了抑郁症 伤象感觉整个人都萌萌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下次就 爱个人才给点赞 派人说 别放弃治疗啊 说别放弃治疗 那什么人应该还知道点啊 没有 他跟我开玩笑 亲 别放弃治疗啊 说好的高贵人了呢 然后我也回来这 冷你个大头鬼 我要走你屌丝的路线 不过因为他们以为我开玩笑 因为我平时好发一些 鼓下有些人一会 也许是张晓发的内容 有开玩笑的感觉 朋友们的回应几乎没有太紧张的 张晓说 看来大家对抑郁症还是不太了解 抑郁症从不为人知 到今天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 不过十年时间 对于这样一种疾病 仍然还会有很多人认为 抑郁症就是想不开 碍钻牛角尖导致的心理问题 包括很多已经是抑郁症的患者和家庭 也仍然持有这种想法 甚至排斥药物和精神专科治疗 但其实这种不接纳的态度 恰恰是治疗抑郁症的最大障碍 尽管今天的医学还不能确定抑郁症的病因 但可以确定的是 如果患者能够直面抑郁症 同时获得来自家庭与周围社会的尊重 理解和关爱 进行及时的专业治疗 抑郁症患者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郁症